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遇见诸佛静国庄严 细于宝树兼剑 犹如明镜赌其面相 若不而者不取正绝 这里还是讲的宝树 它是第41愿 树献佛刹愿 下面再解释 经此愿文 树献佛刹 同于观经第四 宝树观 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 第四观就是宝树观 它也是讲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树 下面念了 给我们截录了一些经文 经文里面说 此诸宝树生诸妙花 永生诸国有大光明 画成床帆 无量宝盖 是宝盖中 映现三千世界 一切佛事 十方佛国 我异于中线 这种情况就 让我们一般人 没办法想象 原来在极乐世界 您想要看其他世界的景象 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这里就说了 您看树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极乐世界的宝树像什么 就像我们这里所讲的电视机 它像是屏幕一样 所以您看这些宝树呢 就能够把娑婆世界 众生他们每天在做什么 清清楚楚都能够见得到 除了见得到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还能够听得到 虽然说很遥远的距离 十万亿佛国度 但是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呢 就好像是那个人站在我们身边 讲话给我们听一样 怎么样的清楚 他如果需要我们帮助呢 我们立刻就能够分身过去 帮助他 非常快 马上就到 念了再讲 观经此观 这个就是 树献佛刹院的成就 极乐国中宝树无量 依树光 化献宝盖无量 依宝盖中献十方佛国 每一棵树都能够 献出其他诸佛刹土里面的状态 您见到这儿 有没有感觉到 从今天起 我们的一举一动 是比较小心一点的 应该注意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做什么 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知不知道 知道啊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我们人 看自己手掌一样 这么清楚 那我们跟别人说什么话呢 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听不听得到呢 也都听得到 我们以为说 没有人知道 其实那个是什么 自己骗自己 知道人有多少呢 光是极乐世界 这些佛菩萨 那就不计其数了 他们是一清二楚 那我们在极乐世界 通过这个宝树 所看见的 明镜清晰 如同明镜 一目了然 不会看错的 见他方佛国 明了清澈 打个比方 你看我们照镜子吧 那我们照这个镜子怎么样呢 很清楚 看自己很清楚 如对明镜 自观本面 这讲我们自己 面对的镜子 可见极乐国土 寒舍一切佛畅 相辱相及 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境界 这个就是环境上 所讲的四种无碍的境界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那我们这里是什么情形呢 理有碍 事有碍 理事有碍 事事都有障碍 但是说是不是 要离开这个讲堂 还非要从门口出去 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还想要离开讲堂 他怎么出去 他想从那边出去就出去 突然有一道墙壁 他可以怎么呢 直接穿过去 不思议 大挟脱境界 在极乐世界 全都能够见得到 在反观我们这个世界 处处都不如一 从投胎 到出生 长大 最后老死 真的 苦不堪言 所以人呢 要觉醒 要知道人生苦短 应该呢 要求卸脱 求证的大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